上海的变化 强烈的冲击乃至侵蚀着传统文明的世袭领地 以至花园洋房的宁心 连同石库门弄堂的风情 一起黯然失色 越来越失去往日的神韵 然而历史终究是现在跟过去的对话 所以那天慕名去张家花园 我们心里老是念叨着艳书的名句 无可奈何花落去 似曾相识 艳归来 迭京世代风雨洗刷 今日的张远 早已失去了往日的风光和气派 然而一百二十年前的张远 却是一个光怪陆离的万花筒 这是因为他海纳百川 兼收并蓄 特别适合移民城市的移民心态 自由 放松 新潮 刺激 所以张远成了上海人的最爱所在 浓浓绿荫下的安凯蒂 也随之 也随之成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都可能发生的地方 1882年4月 上海就成立了电火公司 到7月26号 上海在租界里面最早点了15盏灯 这也是上海第一次电灯 当时去看的人呢 是很多啊 当时都说观则如之 但是呢 大家又很害怕 生怕呢 受到电火 就像我们现在说是那个闪电一样 被电击 于是呢 都纷纷写信给当局 要求能够禁止那个事 人家害怕 张书和不怕 不仅不怕 反而还在1886年10月6日之夜 大肆张扬地举办张员灯会 到处挂灯结彩 把临近的马路全都照得形同白昼 它也是一个那个游乐场的一个最早的一个雏形 那么有一些活动呢 比方讲搞募捐啊 什么安徽啊 苏北洋那儿发生水灾啊 于是就发动很多那些名媛归秀们什么的 秀花啊 做手工拿出来 义卖啊 捐钱啊 搞这些活动 但是也有一些呢 就是像游乐场的一些活动 听说那儿还弄起大气球 那个有一个洋人 他就把那个坐在那气球上升空 升完了以后 他从那气球上用降落伞跳下来 好像跟我们现在的活动 好像好像也也也也蛮像的 有点最早那个跳伞 好像看到的跳伞也就是从那看到的 除了气球和跳伞 张元还在安凯地内外 别出心裁地设立了更多雅俗共赏的娱乐活动 这些活动大多妙趣横生 参与性强 收费低廉 游客只要花几脚零钱 就能看西洋镜 搓麻将 望灯楼 听说书 骑自行车 和比赛捉球网球 在当时十九世纪末的上海 在这样一个私家花园里 能齐聚着这么多的新鲜玩意儿 实属不易 当然张元里备受人们青睐的 还属摄影 那么其中最吸引人的就是一个照相馆 因为照相引进中国 引进上海不久的时候 张元里面就是开设了照相馆 那么每年的春秋两季 上至达官贵人 下至青楼女子 都要到这里张元的照相馆里来 摄影留念 那么一季有人 倪上一曲千锋上 楼殿声歌 最太平 当年张元的另一诱人之处 就是率先跳起了西洋舞 使得本以门庭若市的安凯蒂礼 更加弥漫了 鸟鸟亭亭的浪漫气息 一只上海小豹鼻祖李博元 也不得不积节叫绝 说张元盛况 不但中国从来未有 集合地球五大洲 将亦推为独一无双 大家都知道李博元 是晚清的著名的 潜质小说的代表作家 还有一位叫陆顺俄 他也是写潜质小说的 他们都被称为 当时的通俗小说的开展壁祖 他们经常都在他们的作品里面 写到了那个就是张元 也写到了一些妓女 在张元的活动 实际上他们都是张元的那个常客 所以他们都亲眼目睹了许多妓女 在那里的那些活动的情况 所以他们分别在他们的一些代表作品 比如说李博元在那个海天洪雪记 陆世俄在新上海当中都写了 甚至于在那些标题上 都明明白白地写上了安凯蒂 李博元是个风流才子 他不仅在无语小说《海天洪雪记》中 实处写到魏纯元和安凯蒂 而且还利用他主编的游戏报 在张元开花榜 评出四大名记 合称花界四大金刚 招来护上舆论界的一片哗然 当时张元是上海最大的公共活动场所 特别是安凯蒂 集中了很多的那个就是达官贵人 妓女呢更是群集在那里 所以上海人当时写文章啊 经常讽刺的说 白天呢就是在张元 在魏春元 晚上呢就在司马路 那么魏春元跟那个司马路是遥遥相对 于是一个是茶 一个是酒 于是热闹非凡 营造了上海特定的一种氛围 尽管护上舆论对其褒贬不一 但张元依旧车水马龙 门庭弱势 不仅游客爱光顾张元 连车夫也是张元的常客 由于园内占地空旷 各处景点又有变道相通 黄包车可以自由进出 车夫不愁拉不到生意 然而这里的一切 若有生命能够开口说话 也会告诉你更多血性的故事 毕竟一乡并领的背后 张元也有阳刚的一面 他因为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大厅吧 既可以吃饭啊 做商业用处 但是也经常可以做集会 搞一些活动 所以我父亲曾经说这个地方 甚至可以说他是一个革命的摇来 就是说他这里经常有革命人士 在那里头举行活动 打开橙红色封面的近代上海大世纪 人们不难发现 从1897年12月至1913年4月 在张元安凯蒂所举行的大型集会 多达39起 其中最为上海各大媒体关注 并且广为传播的 还属1911年的简便大会 该会由前刑部侍郎武庭方发起 上海各界与会者多达两千余人 那个事情的起因呢 是在1910年的冬天 那个执中院的第一次常会上啊 那个议员那个就是罗杰周政他们 就是提出了简便衣服的那个提案 所谓简便就是把便子剪了 所谓衣服就是要把那个就是 带着马蹄袖的那种清朝的服装给换了 那么提出以后呢 执中院就得到通过 那么于是那么一场轰轰烈烈的 从南南到广东 北北到黑龙江 那么一场简便衣服的那个运动呢 就如火如荼的这么起来了 大有不可遏制的气势